发生在美国著名大学城波士顿的国际马拉松爆炸案 造成多人伤亡 台湾也有7位民众参赛者 台湾外交部表示 目前7个人都已经联系上 台湾当地的侨民和留学生也全数平安 满酒总统今天在越洋视讯会议上公开谴责炸弹课 并表达对家属的慰问 总统马英九在与前美国国务卿莱斯等学者 进行越洋会议时公开谴责 今天美国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的凶手 台湾这次有7名选手参赛 所幸全数平安 原本波士顿当地还有不少活动 但基于安全考量全部取消 我们揣测应该会有一个提升的 这个警戒提升的状态 那么尤其波士顿地区 那么可能当然这个在旅行方面 或是在当地都要注意自身的安全 波士顿马拉松堪称世界马拉松赛事的最高水准 爆炸发生的第一时间 有刘学生就在波士顿大学台湾同学会脸书上 发布提醒消息 台湾工商协金会理事长洛锦明的女儿 也恰巧在波士顿出差 一大早就接到报平安的电话 我五点多才起床 所以我也是看电视 因为这个事情发生是在一个小时以前 所以现在会不会延伸到学奥 我想应该这些应该不会延伸到学奥 波士顿爆炸案仍在追查凶手中 台湾是否会提升旅游灯号 外交部表示必须看美方后续状况而定 新唐人亚特电视 沈维彤 吴博轩 林家伟 台湾台北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